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阴阳十路版体验服1月23日以及31日部分的更新内容 首先是之前已经展示过两次的配思制度系统 四神传记系统全面升级,界面表现全新改版 同时聊半推出了部分四神的新传记 大天狗研磨妖刀及彼岸花面灵器 不过语音方面目前还未失装 解锁新传记后将获得相关奖励 可自由更换四神的武器配思展示动作技能特效等 新传记的解锁需要增添与四神的亲密度 方法是进行礼物赠送 通过四胆大会阴阳疗功勋商店缝魔知识 同心自然神秘商人礼包物等方式获取 两个新皮肤上架商店 大天狗安忌售价210外观卷 鲸鱼鸡金迷之偶则是160 补充热合方滋养技能叙述 补上多个热合方在场时将牺牲所有晴天娃娃 明确相关效果 调整侠中少女回梦叙述 改为被记录的友方受到伤害时 若会因该次伤害而阵亡 则免亦该次伤害病例及生效 更明确其效果 化金技能调整 持甲触发次数由四次调整为三次 等级武强化效果调整消耗鬼火减少一点 苍蜂一幕连技能数值调整 将疯子苍龙最技能群体伤害 触发为目标施加孤立状态的生命比例判定线 从40%提升至50% 战斗中计算回合的鲤鱼鸡不再触发 诸如鼠猪轮回 敌方行动获得佛猪等技能效果 现在当四神因为技能效果获得新的回合时 不会再受到回合前触发的击退行动条效果影响 而失去行动机会 商店新增黑达摩阵里 每天可到礼包物领取 达到50次后可获得黑达摩一个 万象之巅头像框相增 抽卡10次即可获得 之后的召唤都会为该头像框增加经验 造型会随着提升而逐渐改变 此外也会根据玩家在维护前的SPSSR收入情况 获真一定的初词经验 包括两面幅和联动角色 刚刚登陆亚洲服的阿杰四神天井下上架神龛 使用两把玉闸进行兑换 阴阳寮补给调整优化 补给体力可以领取时 地图的寮灰上会有提示出现 体力最多可以储存20点 玩家可选择在附近阴阳寮领取补给体力 也能回自己寮领取 鬼死白AI优化 目前不会在存活敌人过小时释放混手 最后就是输出新外观 萌一鹤村 售价为120皮肤券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欢迎点个赞 你也可以订阅频道 开启铃铛 追踪更多直播和影片 陆服的更新 大致上就是这样啦 新年暂停了一次维护 相信这个星期又会有新一波的内容吧 大家觉得哪些更新是不错的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阴阳师影片再见 拜拜